耶稣是谁? 耶稣是基督宗教教义的中心人物,也是基督宗教的创始人。 基督原意为受高者,指上帝夫以圣高而派其降世的救世主,后常与耶稣连称。 关于耶稣的出生,传统基督教神学观点认为耶稣生于伯利恒,而历史学观点则认为耶稣生于拿萨勒。 圣经记载,耶稣于三十岁时开始传道,并于约旦河谦卑地在施洗约翰处受洗。 从水里上来时,天忽然为他开,他看见神的灵魂仿佛像鸽子降下,落在他身上。 三十三岁左右时,耶稣被罗马总督比拉多判刑,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 三天后,耶稣死而复活,向门徒显现四十日后升天归位。